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請劉信正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還有各局處長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高雄市市民朋友 還有各位媒體先生 大家好 現在是由本人 本席 在高雄市議會 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總質詢的發言事件 我的這個質詢的內容 大概分兩個領域 第一個就是從我們過去到現在 就是過去從前面的三次到現在 本席所講的很多的事情 還沒有做的這一部分 一個 另外一個我想從高雄市的經濟 包括台灣的經濟 將來到底要怎麼走 分兩個領域來做一個說明 市長 您的任期 大概還剩下兩年 也就是說 您已經擔任 合併以後的高雄市的市長 已經有六年了 但是呢 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 還沒有做 可能呢 這一部分呢 現在不做呢 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呢 我把這些呢 一些對於其美地區 尤其對其美地區 我認為需要趕快找手 要做的事情呢 在邊呢 跟市長做一個報告 市長 您知道嗎 現在 我們的高屏西高屏西的數據 錯誤的一個一個一個做法 現在呢高雄市的高屏西的水 都是往左側在那邊流 就往高速那個屏東那個方向 右邊這邊呢 是沒有水 油也是非常的少 已經造成了 美濃的灌溉的水源出問題了 連高屏發電廠 竹子門發電廠的水 也產生困難了 這一部分 我覺得 沒有解決的話 尤其到枯水期 因為更嚴重 甚至於沒有發電 沒有辦法發電 沒有辦法發電的話 對於我們中央的綠能政策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諷刺的事情 這一部分 我希望市長 能夠運用您的影響力 跟中央趕快 跟氣候局講 做一個調整 做一個調整 我想這一部分呢 可能非常的緊急 第二個 市長您看 我們又有一件事情 一事兩制 過去呢 我曾經報告過 我們的公有市場的攤位 跟高雄市的 跟後來高雄縣的 原來高雄縣部分的 公有市場攤位 租金 差到 四倍 五倍 而市長做指示之後呢 調整過來了 好 那包括大溝頂市場 要拆的時候 也只有七萬塊的補償金 我跟市長報告 我們高雄市的 攤位的退場 一個攤位就有35萬 後來經過我提醒之後 又才調整 報告市長 您看這一個 高雄 齊美地區 經濟部 有很多的補償金 快回饋金 有很多的回饋金 但是呢 這些回饋金 高雄市政府 收了以後 是回饋部分 回饋部分 給齊山內美 就是齊美地區的區公所 做基礎建設 回饋的比例呢 一般來說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 只有一個 山林區呢 是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市長 這一部分呢 您知不知道 在我們的大了 在我們的前鎮 在我們的小港 這些回饋金 不是拿來做基礎建設 是拿來做為社區活動 還有關心地方的一些弱勢 所必要的一些協助 協助措施 但是 為什麼 齊美地區 就必須這些錢 拿來做為地方建設 而且 齊美地區的 所有的社區發展協會 所有的社區的活動 都嗷嗷帶堵 都沒有錢來辦理 市長 這個事情 希望市長 一定要馬上來改變 今年度就要做一個改變 我們的基礎建設預算 是要用應該用市政府的 預算的建設 經費的預算 來做基礎建設 而不是 拿 經濟部 給地方的 回饋金 拿來做為 地方的基礎建設 如果說 是這樣做的話 那 表示說 表示說 齊美地區 所有的區公所的 建設 基礎建設經費 不是來自於 市政府的預算 市政府的自己 從稅收的預算 來變類來做建設 而是齊美地區 他拿了他自己的回饋金 來做地方建設 市長 這一部分 我希望能夠這樣改變 對齊美地區不公平的 這樣一個做法 市長 您也知道 我們現在 地價稅的事情 鬧得沸沸揚揚揚 您知不知道 我們的地價稅 會影響最大的 是我們的服務業 根據勞工局的報告 我們的服務業人口 從去年的 去年的月底 年底 到今年的6月30號為止 我們的服務業人口 就少了兩萬四千人 市長 一個正常發展的城市 它的經濟如果是在成長的 是在升級的 它應該是服務業的人口 會越來越多 現在我們高雄市的經濟是 服務業的人口往下掉 製造業的人口呢 稍微上升 這是顯示的 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是在往下 往左下坡啊 沒有升級啊 這個對於我們高雄市的 經濟發展來說 是一個警訊 市長 是一個警訊 我想我們一定要注意 這樣的一個事情 市長 我們的路案 沒有做的案子 何其多 尤其我們的農路 我講過很多次 我們農路 那麼大的高雄 只有五千四百萬 但是 市長雖然曾經說 市長這邊有12億的災害準備金 但是市長 災害準備金不是隨時可以用啊 經常農路壞了以後 要等到有颱風來了 有大雨發生了之後呢 才趁機來報這個災害準備來修啊 所以如果說道路壞了 正常道路壞了 沒有辦法獲得正常的修復啊 所以我認為正常道路的修復 農路的修復 不能用災害準備金拿來做 說我有災害準備金 來作為一個理由 我想這個是不充分的 所以像農路這樣的事情 還有很多路案的案子 市長 我們要督促我們的各局處呢 一定去會堪以後 要儘速動工 而不要去了一年以後才動工 我今年沒有預算的一年以後才動工 甚至後年才動工 市長 這樣有失去於民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 對市府的形象也非常的不好 市長 美農市場 美農的很多的校長 都跟我講 新政啊 你當市議員啊 美農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市場問題一定要解決 但是 我每次提到市場的問題的時候 好像到市府跟金發局來溝通的時候 都好像碰到牆壁 我覺得都一直談不攏 談不攏 市場問題 我希望 不要留待到市長任期界滿以後 還是現在這個亂象 對於市長會非常大的一個 會是非常大的一個損傷 我希望市場問題 市長在任內 一定要把它徹底的解決 另外風雨球場的問題 市長 風雨球場的問題呢 教育局一直認為說 他呢 預算不能超過太多 好 風雨球場也講 如果說要三千萬 四千萬 是不可能 市長你也看到了 我們的 徐聲明紀念盃的棒球賽 在前部球比賽的時候 比網友更盛大了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來 舉行這個棒球賽 我們不能有更好的球賽 讓大家來比賽呢 市長 我希望市長也運用影響力 去將中央爭取更多的機會 把風雨球場把它蓋好 這一點呢 也拜託市長 接下來呢 市長 我們的那個 捷運 我希望說 在市長任內 能夠宣誓 基於區域平衡的發展 我們呢 會把我們的高雄的捷運 會延長到齊美地區 會延長到齊山美龍 最起碼重要的一個宣誓 做決心 讓齊美地區的百姓 市民覺得說 我們是得到公平的待遇的 而並不是說 現在捷運的規劃是 往屏東往台南 好像齊美地區不存在一樣 站在一個市政府 去平衡發展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事情的宣誓 非常的重要 市長 動物園 在市長第一次 要做縣市合併的時候 就宣誓 要把動物園牽到內門 市長 已經六年了 我還看不到 我們的動物園 到底要以怎麼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維持現在的動物 繁殖園區這個形態 只把名字改掉而已 改成一個好像教育文化觀光園區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一部分 市長呢 對於我們動物園牽內門 要展現一個決心 在兩年以內 到底環評要做到什麼一個程度 現在的進度 到底怎麼一個情況 要跟齊美地區的人做一個報告 讓齊美地區的人知道說 市長對於把動物園牽內門呢 是有決心的 還有第七個 高一山山道路 市長 高一山山道路 對於齊美地區的觀光的發展 對於不老溫泉的發展 對於寶來的觀光的發展 何其重要 五年了 還一直擺在那邊 公務局長 趙局長告訴我說 我們有向中央爭取這個預算 但是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 市長 這條道路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希望市長 也能夠運用你的影響力 跟交通部爭取 趕快完成只剩下 450公尺到500公尺的 這樣的一個道路 把它完成 我相信 以市長在中央的人脈的影響力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一點呢 也希望市長呢 能夠來把它完成 另外 我們集養地區的 養殖業的輔導案 市長 現在呢 中央在做區域計劃的修正公告 我希望說 今年不能再出差錯 這一部分 在進行過程當中 事實上 您可能不知道 我在部分質詢的 我已經講過了 但是這件案子還放在那裡 兩分地 被我們區域計劃 違反 區域計劃法 罰了六萬 市長 然後呢 稅間處 又再 又再抽兩萬的 好 兩萬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地價稅 市長 兩分地 總共被高雄市政府 抽了 抽了八萬塊 市長 能夠活得下去嗎 這個稅的問題 一定要趕快解決 而不是讓老百姓自己在那邊 找局處來處理 他沒有這個能力的 好這個問題呢 也希望 我們各局處 要主動來幫這個 楊先生把這個問題來解決 一般來說 我本來不會嘛 個案拿到這邊來談的 但這個問題 沒有我們各局處動起來 是不可能解決的 不能 只跟兩分地 然後呢 要被我們高雄市政府 裁罰八萬 已經是沒有人性 我希望我們局處能夠動起來 市長 因為我知道 以你的分量 對於中央也好 的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我現在 要針對於我國的經濟 到底怎麼發展 來讓說明 讓市長來了解 說不定 您可能會到去當行政院長 如果這樣的時候呢 對於這一部分 對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呢 我想提供 提供一下 提供出來 讓市長做一個參考 市長 這個我曾經在議會拿來過 不曉得 我們金發局長知不知道 我們台灣跟日本 是屬於海島型的經濟 海島型經濟發展的策略是什麼 是不是請鄭局長答覆一下 來 局長請答覆 我們是海島國家 那因為天然資源還有市場的限制 其實對外貿易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經濟發展的面向 好 很好 海島型經濟呢 產品出口 唯一的活路 沒有第二條路 絕對沒有第二條路 台灣 就是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一個產業結構 日本是一個大企業主導出口的一個產業結構 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扮演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這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產業結構中小企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它呢佔用了我們整個國家的僱用整個國家就業人口的70% 它呢是我們整個產值的超過40% 對於整個國家的貧富 貧富就是均富的這樣的一個貧富差距呢 它呢做了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所有的相關的機關包括金融機構 是不是有給它一個很公平的對待呢 市長 並沒有 它經常成為金融機構 一個不給它貸款 或者是它成為一個累贅的一個藉口 它呢因為中小企業在營運過程當中 它經常是人管研發財 並沒有完全具備 因為它並沒有完全具備了一個經營企業所需要的條件 所以呢它很容易碰到問題 它碰到問題了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應付 然後就很容易倒閉 就很容易倒閉 大企業 它各種條件 人才技術資金都有 它有自己的能力可以來應付 所面對到的問題 所以呢中小企業就沒有辦法 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關心中小企業的原因 因為呢它佔了我們整個雇用人口的 70%以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市長您看一下 到底產業形成是怎麼來的 產業的形成呢 市長是先有 是先有需求 有需求以後呢 就產生了需求的 新的需求的材貨 商機 然後就生產 生產了以後呢 就有它創造的雇用的機會 雇用機會以後呢 就怎麼樣來改善 生產的一個方式 然後造成競爭 競爭以後呢 成本降低 然後攻擊 一直這樣一個循環 然後又不斷的新的企業 不斷需求出來以後呢 新的事業做出來 這是一個中小企業 不斷產生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市長 我們的 國家的 到底產業的發展策略是什麼 市長 在馬英九時代 我們是用兩兆雙計 他馬英九政府成立之前 可能也是已經有推動兩兆雙新 但是一直延續 馬英九八年的時間 馬政府 一直以兩兆雙新來作為發展 產業的一個主軸跟方向 什麼叫兩兆雙新呢 兩兆是指未來產值超過 新台幣一兆以上的產業 它是指哪一個 它指半導體 指影像顯示 雙新是指說 這未來可能會有 成為明日之星的產業 所以馬政府時代 對於產業的發展 策略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 鴻海會到日本去買 申保 那個 夏普 為什麼會去買 因為 它呢 就是主要它的影像顯示 主要它的影像顯示 所以呢 即使到現在 也顯示了影像顯示的重要性 這個產業的重要性 它在我們的台灣目前 的產業發展裡面呢 是不可複視的 不可複視的 包括現在半導體產業 還是一樣 市長你看一下 我們蔡政府成立了以後 開始了以後呢 蔡政府 講出五加二產業 五加二就是指 亞洲矽谷 生技醫療 綠能科技 智慧機械 國泰航泰的五大產業 我曾經請教 金發局 曾局長 我們到底高雄要發展什麼 曾局長想做 這裡面呢 很多都想做 市長 一個國家也好 我們的經濟 到底產業 要走一個怎麼樣的方向 我們必須要有個核心的主軸 而不是每一個都想做 每一個都想做 全部就發展不起來 當然 在馬英九政府時代 這些也都有啊 包括生技 生技醫療 在新竹就有生技 創新育成中心啊 那個是花了非常多錢啊 每一個都有啊 但是 我認為 我們的主軸到底在哪裡 主軸到底在哪裡 這個非常重要啊 包括我們高雄市 在這裡面 到底我們高雄市 要選哪一個產業 來做我們高雄市 產業發展的主軸啊 我們必須要非常清楚 而並不是我們每一個都要做 不是每一個都要做啊 所以呢 您看一下 他這個呢 是造就了台灣 非常清楚 我這樣的國家的經濟 我就要照這樣來走 但是 一到 我們蔡政府成立以後 稍微整個就偏走了 那以前的 馬子武時代的這產業怎麼辦 我們不能去複製這些東西 不能去複製這些東西 不然的話 對台灣的經濟的發展的競爭力 會受影響 絕對會受影響 我想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想很多產業界的人 看到我們這樣的一個 一個 五加二了以後呢 我們目前的做好以後 很多產業界的人可能會 就會擔心了 到底我們現在 每個都走嗎 將來什麼都不是 要選一兩個核心 產業發展的方向 市長 我們現在的 國際經濟的處境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不能不知道 TPP 我們知道 川普當選了 美國總統之後 他就宣誓 他要退出TPP 推出TPP以後 TPP是以美國為主 美國為馬首四瞻的一個 國際經濟組織 今天 川普 要宣誓 美國要退出了 TPP等於不存在 TPP等於是 美國 要來主導 對付中國大陸的 這樣一個國際經濟組織啊 他呢 事實上 TPP呢 事實上他有12個國家 12個國家 他呢 比較重要的是說 他呢 會帶動服務業 他的服務業的 帶動會大於製造業 因為他這裡面的TPP呢 大部分是比較先進的國家 經濟都是比較進步的國家 他的產值大概佔了整個 整個全球的大概百分之三十八 那他不存在了 接下來 剩下的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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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sset Asset 領導國家是誰呢 是中國 中國呢 是Asset 他大半呢 是開發中 是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呢 主要就是什麼 主要就是以製造業為主 製造業為主 所以呢 這個將來 對於針對我們要南向 市長 我們不能不認清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一直認為 我們 蔡政府 對於我們要發展經濟 要走南向 這本來就是應該要走的一條路 但是市長 我們的南向 在蔡政府 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中小企業 我們的各大企業 就已經大面的 已經往南方去了 我們今天聲音喊得很高 會不會造成將來 我們中小企業 我們台灣的企業到南方的時候的一個主力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 我們是不是南向的政策推動 經濟部的層次就夠了 不要拉到行政院市的總統府的層次 來製造政治上 將來我們的企業到南方的一個主案 變成被人家來打壓 市長 您知不知道 我們的 包括現在 中鋼 包括台塑 在越南的煉鋼廠 那是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去開路 去打下來的 是雲林的一家廠商 他本來做毛巾廠的 他們去開發取得我們 我們就是說在越南的煉鋼廠的執照 是由我們中小企業取得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去南向 把整個層次拉得那麼高的時候 變成一個政治對抗的時候 不利於我們的企業到南向的一個發展 反而變成一個主力 這一部分 我希望市長能夠去注意 然後去提醒中央這一部分 是不是把這個層次拉到進去部來做就好了 這個呢 我向市長做一個建議 市長您看一下 TPP跟ACET TPP呢 都是美國這邊 這一部分是美國 兩邊都有參加的是這些國家 這些ACET ACET呢 可以說整個亞洲全部都參加了 只有什麼 只有中 只有台灣跟北韓沒有加入啊 這是我們南向 我們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我們不能不去注意的一個問題啊 事實上 ACET就東協加一加二加三 我們現在經常所講的 沒有一個懂經濟的人 敢忽視到說 ACET我們不參加 ACET我們要去參加 絕對要 但是將來 我們現在 一直在談南向過程當中 把層次拉到那麼高 而且現在的國際政治氛圍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我們的企業的南向 絕對是不利 市長 我們的企業 會發生問題 到底有哪些原因 市長您看一下 因為很多中小企業 他在推動 他在建立他一些公司的時候 他都非常有信心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我的產品是最棒的 我的產品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 幾乎中小企業 他如果說沒有這樣的信心 他就不會開始去啟動一個公司 所以呢 他呢 太過於自信 沒有危機意識 這是我們企業 在發展過程中 經常碰到的問題 第二個 沒有財務規劃的觀念 因為企業 在營運過程當中 中小企業 他的資金 跟公司的資金 經常混雜在一起使用的 他甚至於 資金的規劃 長期資金 資本資金 桌轉機的運用 到底是什麼規劃 怎麼區略 怎麼分類 怎麼區分 都沒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就很容易造成財務上的危機 缺乏管理能力跟資訊 現在的企業 他對於管理 他對於資訊的取得 就影響到他這個公司的競爭能力 但是 我們的很多中小企業呢 他呢 就有了 技術有了 他就開始了 他就開始啟動了 沒有管理能力 資訊的收集也沒有 因為他認為他最棒 所以呢 陷入危機 還有另外一個 貸款 沒有融資的知識跟技巧 經常被銀行欺騙 被銀行欺負 市長 您知不知道 我們的銀行 尤其我們高雄的銀行 高雄銀行 就像當鋪一樣 他呢 是要拿單保品來 沒有單保品 你要貸款就免貸 事實上 中小企業 在資金的運用上 市長你看 貸款的時候 有什麼 有貼線 一般的左轉金 就是現金 我給你 一年以後 一年以後呢 再換單 另外一個貼線 貼線就支票來了 我先拿到銀行 然後呢 支票到期的日子 我支付利息 對不對 還有呢 出口左轉金 還有押會 像信用狀的押會的話 180天之內 你就要還 這樣子 市長 您知不知道 我們的這些貸款 像左轉金 我們經常 你可以去問高雄銀行 他是不是這樣做 他呢 貸款一年到期了 他又有單保品 但是呢 他的營業額 如果下降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我們的銀行 就計畫 要對這家公司 抽銀根 我們高雄銀行 不承認他會 對企業抽銀根 營業額下降百分之二十 就會抽銀根 抽銀根的時候 他怎麼抽 他不跟 到期的時候 要換單的時候 他不跟他說 我貸款 我不借給你了 他呢 換單的時候 他有時候甚至 會跟他講說 你把單保品呢 認為說 你你的公司 這已經可能發生問題了 他會叫他追加單保品 你知道吧 結果他單保品 一設定下去以後 不借給他了 讓他來騙中小企業 取得足夠的單保 來處理這家公司 因為中小企業很多 沒有這種常識啊 好 市長 長期貸款 就是資本性的使用 資本性的使用呢 如果說 拿短期至近 一般的桌轉金 去 一般的桌轉金 去買機器設備的時候 一年就到期 一年到期的以後呢 銀行 如果說 要抽他銀根的時候 讓他用桌轉金 要掌控這些公司的 真的 用桌轉金 去 讓他去買機器設備 買廠房 你知道嗎 因為 桌轉金 才會有到期的問題 如果說 他都是用 中長期貸款的時候呢 就沒有到期 他就沒有違約的問題 就不會被銀行宰割 但是 我們很多的銀行 都是故意欺騙中小企業 用桌轉金去買 做資本 買設備 買廠房 讓他呢 隨時被銀行掌控 銀行扣押 生命就長在銀行的手上 如果說時間夠的話 我會講一個案例 給市長聽 有多恐怖 接下來呢 就是商品的競爭力 他呢 都有生命週期 他有生命週期 不到了 然後呢 他沒有競爭力了 然後呢 當然就會 發生危機 往來克服的島上的問題 還有投入的研發過多 因為他有信心嘛 這些都是 造成 企業發生危機的 危機的這樣的一個 因素 市長 那 有這些問題 企業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危機 包括大企業 市長 您看一下 我們國家有怎麼樣的一個輔導機制呢 對企業的協助措施呢 市長 這是我彙整出來的標格 您看一下 我們國家 對於企業的協助措施 可是說非常的完整 全世界第一 沒有國家 對於企業的輔導措施 有比我們台灣更完整的 我們從資金的協助 經營的管理 市場的行銷 研究發展 創新 到各項 從旁協助的外圍機構的協助呢 市長 非常的完整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不是運用的很好呢 市長 我跟您報告 沒有 我們並沒有運用的很好 為什麼 貸款不足的時候 我們有信保基金可以協助企業 幫企業去做擔保 非常好 如果說信保基金沒有信心 然後呢 我們的銀行也沒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有聯合輔導基金 來協助去 來協助去做診斷 診斷以後這個診斷報告呢 按照我們國家的設計 可以給信保基金做這個參考 可以銀行做一個參考 這是國家的財團法人 這也是國家的財團法人 但是 我們現在呢 這個機制呢 本來它裡面的人 都是由各銀行派過去的 它也由原來省屬七個行庫 所捐助成立的一個財團法人 但是 這個財團法人 現在 已經沒有具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他呢 現在呢 做診断的評估的這樣的事情呢 評估的這樣的事情呢 現在完全交由 這些 外面的法人 團體 去做 政府當初 苦心設計的這樣一個完整的機制呢 現在沒有用 沒有用 好 我希望 市長 市長能夠把這個導陣過來 讓中央在整個協助企業貸款過程當中 能夠呢 讓聯福基金有效的 有貸款困難了 或者是像這一次 負心航空發生問題了 我們聯合福島基金 它有四十幾個會計師 就可以進駐到負心航空裡面去 做一個財務的管控 讓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聯合福基金 的同仁 跟我們的負心航空的 這就會 來共同 來讓我們的 負心航空繼續運作 不會讓兩千多人事業 市長 過去 這個機制 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什麼這一次我們就沒有好好的去運用 讓這樣的機制讓它來運作呢 為什麼那兩千人事業呢 我們 在財務上 管理上 我們有中國生產力中心 有中衛中心 可以協助這邊來維持營運啊 設計口說非常的完整啊 你知道吧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說中小企業 我們的大企業也好 要把產品做外銷的時候 我們 有外貿協會 我們外貿協會呢 可以 把我們 國內各個廠商的產品 協助他們 叫全世界五大洲 去推廣 它在全世界一百五十幾個國家都有據點啊 這是我們過去 我們為國家 為台灣的經濟發展 建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機制 但是這個機制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里里朗朗 沒有好好的去運作去發揮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非常可惜的事情 市長 如果說 這一次復興航空 我們如果 能夠馬上就請他進去 我們兩千多人會失業嗎 我們現在有看到我們的政府有做任何的動作嗎 坦白說 我看到了 非常的心寒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對那麼大的公司 沒有政府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放任的看到倒閉 沒有發揮政府的公權力 市長 政府不能無所作為 市長 您知道 我現在要講這個話 我並沒有任何的自治 政治的意識形態 我完全為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包括我們的企業的未來 我感到憂心 我們 不管是復興航空也好 不管任何一個小的中小企業也好 他都是國家社會的資產 他一個中小企業 他把他的家當拿去銀行抵押 然後貸款出來以後才開始啟動一個企業 包括他的技術也好 包括他的市場行銷能力也好 每一個企業都有他的核心價值 這個都是社會非常寶貴的資產 但是現在 台灣是 只要你不能發生一點點差錯 一點點差錯 你就是倒閉意圖 市長 這個對企業 對產業 對中小企業 非常的不公道 非常的不公道 他把他夾都拿出來 本來也是為了社會的發展 市長 我再講 因為有時間 我再講給你聽 這家公司A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這家公司也是發生在阿扁政府時代 現在 他呢 向銀行借了 他投資41億在台南 投資41億 27億向銀行借的 自有資金是14億 14億 當時 這家公司呢 投資下去了 繼續進去了 他呢 他呢 就開始要試車 一試車的時候 本來試車的目的 本來也就是要讓說 到底我機器漲下去了 有沒有哪個地方是要調整 才要做試車嘛 結果他一試車 不順 結果 他的主力銀行 台南分行的基地 就開始對他抽銀根 就開始對他抽銀根 一抽 一個上市公司 他有十幾家的銀行啊 全部就拳打腳踢 全部抽銀根 市長 一個公司 只是試車發生問題 一個上市公司 他有上千人的就業 只是一個經理 就把他抽銀根 然後呢 整個停擺 整個停擺 一千多人 市長 他當時 本席當時在經濟部任職 他來找本席 本席呢 當時負責信保的業務 本席當時運用剛剛講的 圓服基金 中國生產力中心 包括市場機制 經營管理機制 整個經過綜合診斷以後 這個公司是有救的 決議給他一億的桌轉金 給他一億桌轉金呢 他就可以起死回生 市長 我很遺憾 我必須把這件事情 要在這邊 我要講出來 因為 這件事情 跟林全院長是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 當時 我們的彭淮南總裁 知道這個案子 他極力主張 我們要把這個案子 一億 一定要趕快 督出銀行 把這個錢要給他 市長 我們的林全院長 當時 反對認為說 對於銀行的貸款 我們應該讓銀行自主 然後呢 不應該以他站在財政部長的立場 財政部的立場來 督出銀行貸款給他 當時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的彭淮南總裁 也是 對於 財政部這樣的做法 認為非常的不當 他當場 在行政院財經小組 第26次還第27次會的時候 本席當時在場 指責林全部長 國家經濟都已經這樣子了 這個公司要救 為什麼不救 市長 讓我想到 為什麼今天 我們的負心 我們的負心 韓國 會這樣子 政府沒有作為讓他倒閉 政府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眼睜睜的看著兩千多人事業 不能這樣子 不能放任的讓銀行去決定一個企業的生死 市長 做在那個地方 執政 就要有所作為 不能讓企業不能讓老百姓失業啊 我們有丸子的機制在那邊啊 但是沒有用啊 市長 您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 您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 您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現在中央您有責無旁貸的使命 我希望市長能夠發揮影響力 好好地把這些過去沒有做的事情 把它糾正過來 市長 我再講一個 這家公司 有一陣子鋼鐵也非常不景氣 這家公司呢 向銀行借了29億 銀行開始跟他抽銀根 跟著他抽銀根 我當時跟他講 我說你啊 暫時跟銀行談判 讓他跳票 銀行談判 來分期談判 然後呢我跟銀行講 當時 鋼鐵價格會上漲 我請銀行團 合作根據債權比例 出5億 讓這家公司來購料 這家公司呢 因為它是全自動化的 過料進來 東西出去 附加價值就出來了 我當時跟銀行團講 銀行團 大家都怕負責任 如果說 當時 這些5億能夠投送出來 給這家公司去 然後呢過料 然後這個資金 由主力債權員來掌控這個資金 由 剛剛我講的聯合輔導基金 來掌控 來協助銀行團來掌控這個基金 市長 這個二十幾億的債務啊 全部償還 為什麼 因為當時 有另外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後來上市 因為處理這件事情 他上市 他呢聽到了 本席的建議這時候呢 就跟這幾個銀行講 我來借 借給各家公司來買這個 給各家公司來生產 市長 這家公司 後來賺了五六十億啊 五六十億啊 所以 我們的新田的銀行 他的心態 是 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沒有不像西方的銀行 有一個產業的結構 有產業發展的概念跟知識啊 這是我們企業非常痛苦的 如果說我們的金融機構 也像一個 像一個 像一個那個當鋪這樣方式來做的話 我們台灣的產業 我們台灣的將來 沒有希望啊 尤其又加上我們現在 國際環境經濟 這樣痛苦的情況之下 我真的非常的擔心 以上呢 我跟市長做一個報告 好是不是市長 聽了我的 剛剛的說明之後 市長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謝謝 市長答問 謝謝主席 謝謝劉一言 劉一言過去 在所擔任的職務 幫助很多的中小企業 等等 那很多中小企業 都對你非常的感戀 那你首先 你提出很多 對於未來我們國家經濟發展 不管是重點 還有現階段 很多我們的經濟發展 所遭遇的困難 或者是 我們在中小企業的關懷度 包括協助的方法上 以現階段 蔡英文政府有一些 做得不夠的地方 等等 包括我們參與國際 組織 我們的重點跟選擇 那我想這些部分 那我想這些部分 那我都會 如果有機會 碰到林全院長 我也會把劉一言 今天的後面的幾個重點 那我想因為 我們議會也有肉乾的文字稿 這個文字稿以後 我會把這個重點 我會給林全院長 那我會覺得說 今天台灣 參加整個國際性的組織 當然會有一些困難 包括在政治問題上的干擾 不過當然 我們也認為未來 我們兩岸之間的關係 希望有更多的機會突破協商 將來有一些共同的發展上 這個我們想 高雄市政府作為一個 在南方的城市 南部的城市 我們在過去 不管在2009年 那我到北京上海 邀請世界運動會 邀請他們參加 2013年 我們APEC的亞太 不是APCS 亞太城市高峰會議 那我也再一次到天津等等 幾個城市邀請他們參加 那我們都是認為 在港灣城市 我們也希望未來 有更多跟他們 合作大家 一個創造雙贏發展的可能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 除了在高雄 我們站在城市的角度 我們會很積極 繼續我們用友善的態度 對待中國大陸 我們對東南亞很多的國家 將來之間的一個交往 那劉嚴的很多意見 我們也會非常的重視 那劉嚴對於整個高雄市政上 對我們有很多的一個批評 那或者是我們有很多做得不夠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嚴肅 來這個部分 我會立即跟水利署的七合局 到底我們如果蘇菌上 應該水利署都非常的專業 他們蘇菌上如果導致這麼嚴重的测物 導致我們美濃農田灌溉等等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那我會認為他們這個部分 我們第七合川局 應該在專業上 來要跟劉議員做一個說明 這也是關係到我們齊美地區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會立即來做一些轉達 那剛剛劉嚴有特別提到 整個我們齊美地區肉乾回饋金的使用 那如果是我們蘇菌工程回饋金的使用 水利署他們有水資源作業基金 他們有很多執行廣告編列的要點 並不是說每一個地區的回饋金都不同 所以並不是說有些回饋金它可以做什麼使用 這個都有一定的廣告要點 但是劉嚴對這個部分非常關心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把這個作業要點 包括每一個區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也會讓劉嚴來充分來理解 那劉嚴特別關心說我們農入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一定會要求 我們的農業局 作為一個台灣農民的女兒 對於怎麼樣子來幫助農民 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 那我會認為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若干的農入沒有修繕 那導致我們的農民 他們在生產上有一些困難 這個部分 農業局在這個部分 應該把劉嚴所說的入案的這些個案 我們立即來改善 有關於美農市場到底有沒有需要 或者我們美農的鄉親 有些時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有些時候這個部分 我會要求經濟發展局 對於我們美農市場這個部分 到底我們要不要興建 美農的名義 我想劉嚴都是美農優秀的子弟 美農的鄉親有些時候 這種自主的意識 公民的意識也是非常的強烈 他們有些時候很多很多的意見 怎麼樣子再把這些意見 做一個好的整合 我想我會願意再跟他們溝通 那另外有關於 習生銘棒球場 這個部分謝謝劉嚴在這個部分 也是投入很深 大家都很努力 也對我們習生銘先生 他對於我們台灣棒球界的貢獻 大家都很感謝 另外我想風雨球場的部分 我們願意繼續在爭取 我們的教育局也很努力 但是我們的風雨球場 如果按照美農鄉親的期待 大概要超過五千多萬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風雨球場 應該怎麼來處理是更合理 這個部分我們願意再溝通 那另外我想我們現階段 我們對於整個 將來高雄的捷運延伸了幾個線 那我們爭取的15年被退回27次 好不容易現在才我們的捷運 要延伸到鋼山火車站 至於要延伸到路主 這個中間還有很多困難度 環境影響各方面人口等等 我們認為說高雄市應該位於籌謀 應該對於我們未來捷運 整個區域的發展上 先做一些規劃 那我想我們也願意盡可能 因為大眾運輸是我們要發展的 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盡可能 來做一個好的規劃 讓我們如果一下子 因為一個捷運 像延伸到路主就是300多億 高雄市政府中央出84% 地方政府16% 那這樣的一個負擔 那我會覺得我們會按照我們的狀況 一步一步來完成 並不是表示我們放棄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動物園的部分 我想我們沒有改變 環評到哪一個階段等等 這個再請觀光局能夠書面答覆 我們劉議員 另外整個高133道路 我們也跟中央談過 高133道路因為地質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現在的修復 如果僅是這樣的修復 可能一次大雨豪雨颱風 馬上就沒有可能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牽涉到我們的不老溫泉 牽涉到將來這個可能要跨越 這個大概需要五億八千多萬 這個部分我們努力在爭取 那至於激養地區的養殖業這個個案 那我覺得我希望我們的漁業 我們的海洋局這個部分應該來協助 不應該讓農民我們的養殖業界 有這麼大的吃虧 總而言之我想我們留言 對整個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 有很多好的意見 對我們的市政發展 也對我們有很多的期許 我想我們時間的因素 我們非常的感謝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 請 好 執行完畢休息十分鐘